他老板对他做了什么? According to他啦 不懂方家 嗯 有肢体上的接触 他们就是因为知道后果 然后他们觉得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啊 哎呀 人性的能孔的 我最近发现一只好看的口红 Cannibal 为什么我跳? OK OK 哦 傻的 没有镜子的 没有镜子的 镜子的这边 这个颜色不错看的 因为它比较深色一点点 它有一个比较日常的色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下面留言 给大家比较日常的版本 如果你比较喜欢有性格一点的 可以选这个运灵器 好看吗? 自然 今天应该是2024年的最后一次出罪咯 而且我在想 有没有什么总结要做吼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踊跃的报名啦 我想要听多一点关于职场上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刚入职场嘛 就了解一下大家上班什么样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踊跃报名哦 我们每一集的下面都有Google form的 大家只要把问题列明确一点 这样子我们会比较容易跟你谈这样 当然也要看导演版啦 每一次大家看导演版都有不同的获得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委员 这样子可以support我们 就算没有干爹也可以继续拍下去嘛 干爹又不要来 飞镜子画面 OK 到你总结了 我觉得很矛盾的哦 这个节目你看你要人家来代表人家有问题 很像很像医生这样哦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佩服大家愿意讲的 一个不小心做到20多集耶 现在我们要去的第一个乘客的家叻 他是一个律师他叫金曼 他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 他觉得律师这个职业很不公平 比如讲他有一些证据 他是可以proof到是没有错的 可是法官那一边的话就会觉得他就是有错 虽然他已经提供了证据 可是那些证据就是不被接收这样子 哦 他也有讲到就是这个职业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赚钱啊 所以他的问题是 他有一点犹豫要不要继续做这个律师 还是他要去追求他所谓的梦想 as a content creator 这样子 哦 嗯 OK 好 哈喽你好你好请上车 好喽我们要出发 金曼你几岁啊 31 然后你的问题是 呃就是你打一份你不是很喜欢的工作 我其实有时候也很好奇 你怎么样界定自己不喜欢一份工作 你做久了就懂你自己不喜欢了 可是会不会是所有工作做久了我都会不喜欢呢 这样也不是因为其实在这行我很早就发现 它并不是这行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 你跟大家讲一下你是做什么的 哦我是在律师的行业做工啦 我是做了大概一个六年 嗯 可是我是从什么position我都做过 实习啊 paralegal啊 runner啊 clark啊 哦 做到lawyer partner soul prod 这样子咯 所以你做过partner了的 都做过啦 什么鬼pos都做过啦 哦 所以你发现 我就发现这一行就是很令人失望啦 然后不是一个我想要做到退休的一个行业 怎样让人失望 你想到lawyer你会想到什么 除了戏学鬼 很多文 很多文书 很多文件 很多research要做 还会想到说你是lawyer你就肯定是很有钱 哦 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做律师你有钱 这个是一个misconception来的咧 是不是因为 看起来 其实真的是赚钱比较容易 不容易的啊 其实除非你是有connection的老板 你就可以赚钱 我知道的那个律师 新人的起薪也不是很高 很低 大概多少钱 3000多 现在比较好一点 以前我出来的时候2000多罢了 哦 哇哦 所以读到这样辛苦哦 而且很贵 是读到很贵 然后他的那个起薪的速度和幅度咧 跟我同龄的朋友啦 他们有一些还在5000吧 就是even你在这一行接近六七年了 那个幅度也没有太大 那就是一年大概5到8个percent 不一定有 因为你要跳啦 也不一定有 比如说我们这行social media啦 一般上我会看我的同事 会怎么样界定他们的能力呢 一般上都是看他的速度 精准度 跟创意程度 那你们这一行很好的lawyer 是怎样界定的 有赚到钱就是好人咯 有赚到钱是怎样咧 案子又不是你接的 诶没有 有一些lawyer 连销谁要做买的 不是讲哦 我进来lawyer firm 我就是只是做lawyer 有可能我要做买runner 我要做secretary 我要陪老板出去喝酒 蛤 yes so你赚到钱 你就是厉害咯 所以你发现这一行 不如你想象的 首先第一就是 好像赚不是很到钱 根本赚不到钱 不是很像你们想象中这样好啦 第一我们要去做sales 不是每一个lawyer都要做sales啦 是一些啦 比如讲啦 一个case let's say market rate是lawyer fee 4000块 另外一个lawyer为了要抢你哦 他跟你讲 千二全包包 包买disbursement 包买off pocket 我甘愿不要赚钱我就是要抢你 哦 我就拿volume咯 然后拿那个volume给谁做clap 哦 哎我可不可以假设吼 好像每一行都有这个问题 是 可是我们lawyer 我们是有my insurance你知道吗 professional insurance 是讲我今天做不对啊 你可以诉我的你知道吗 对 我可以被tank牌的叻 还是罚款 还是whatever啦 你做的东西不是应该比别人更有道德 这些我说可能不太上道的律师啊 你有看过拿到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案例吗 多数都是可以settle的 既然你讲一个lawyer 可能做东西不尽责 这样你会不会特地去拿一笔钱去诉这个lawyer 不会啊 因为这个钱代价更大啊 哦咯 你请一个新的lawyer来诉嘛 你要给lawyer fee 然后可能你took那个lawyer fee 比你拿回来的赔偿更高 怎么我要去做这样的东西呢 so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loop来的哦 一个难解的题 ok我再换一个角度啊 一般上啦 我们看到社会上是什么让人愤愤不平的事 然后我想要成为改变这个局面的那个人 比如说我坐我现在这间公司也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天真的妄想啦 就我觉得好 我理解这一行是messy的 可是我要给大家一个better option 这样子 我觉得我的这个能力是没有办法啦 在这一行我听到的story就是 今天有人toxic我了哦 他不会想到我要end这个toxic的 他会想到ok你toxic我是不是 Toxic 下一个 我给不到咯 人家都Toxic 你 你都很痛苦嘛 那9个月实习 你每一天回来都哭哦 你还要Toxic 你的Junior Sort的咩 我很多身边的人啊 像我的一些朋友的朋友啊 他们都是讲 哦 你Toxic 我是不是 OK 我Toxic回你 律师不是一个好像 应该带有一点正义的行业哦 没有啊 这个 有这个就可以了 是哈 我很想立刻扣朋友 没有 我们来讲一下 到底那个律师的真正的情况是怎样 这我刚想讲是大环境问题 还是只是你公司的问题 大环境是讲 我换过很多间公司了的 基本上我什么post都做过 我才get to这个conclusion 嗯 我改变不了什么 OK Sorry啊 我们行外人啊 你可以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那个Toxic是怎么样发生 比如说某个律师遭遇了什么 这样子我们会比较知道那个程度 好像你讲实习就好啦 我们有一个9个月实习 你没有过这实习哦 你不可以 call to the bar 变成一个律师的 你一定要经过这9个月 那个西服可能给他一个300块 300块薪水啊 我9个月啊 有一些可能好的就钱多块 然后他就叫你做买那种 不是教你成为一个lawyer的东西 有一些人哦 会被叫去做跑腿 拿他的西服的衣服拿去洗啊 做买这些东西 难道我拿我的西服的衣服去洗 是我成为lawyer的一个过程吗 嗯 你带我去quad 才是我成为lawyer的一个过程吗 你带我去看你怎样fight一个case 才是我成为lawyer的一个过程吗 他们觉得是norm来的 就有点像我们大学orientation的那种霸凌哦 差不多 我不是讲全部lawyer都是这样 有一些lawyer很好的 他们会真的教他的徒弟啊 哦我教你这样做这个drafting 我带你去见client 嗯 好像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他是那种很supermodel这样 他甚至是要陪他的老板 去陪客人喝酒 然后他讲哦我每天都要吃那个什么 节酒的东西 要撑着到最后一刻我才可以倒 Oh my god 我就like这个是会令到你成为更好的lawyer吗 不会哦 我们说如果已经成为一个律师 业内发生的toxic 除了刚才你讲的砍价还会有什么 For example我自己经历过的是 发官给你一个date 我们全部东西都有date的 而且那个date不是讲法官乱乱讲一个date给你没有的 嗯 我们就是有一个law 然后那个law会跟你讲 你要做这个application 你几天几天你一定要做 然后这些所谓的很有经验的大律师 他们就会直接无视法官的instruction 这样法官为什么让他过诶 因为他是大律师 为什么法官会怕一个大律师 他不是怕啦 他是觉得哎呀随便啦可以啦 就是我们应该exchange的document 讲明是exchange吗 嗯 没有 他是可能到晚上9点来我家敲门 诶 你这个document啊 我拿来送给你啊 exchange我来咯 哦 可是当我一个junior不去遵守这个规定 我就觉得ok啦 你跟我玩我也跟你玩啦 我也是最后一秒才给你啦 哇第二天我就收到信了 怎么你做这样的东西 然后法庭的人就call来 啊你给另外一个council complaint哦 你可以跟那个council道歉嘛 所以你真的在带石砸死海里哦 嗯 怎么办呢哦 没有的怎么办哦 你的senior的counter的方法是什么 总有人过到这一关吧 我们用一个最愚智的方法啦 就是 就是学那种那种小hockey这样 当时 他不对 他一点不对我们就写信 一点不对我们就写信 所以就只能够斗凶斗怕麻烦 用这个方法也是有后果的啦 法官会觉得 哇哇哦 你一直给我做 然后他对你印象不好 到你讲话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啊 一点麻烦 然后我不想听他讲话 你开始有这个很fed up的心情 是从多久以前开始 两三年前哦 哦 然后这两三年前你就开始要思考转行了 是我本来想要去corporate的 我去interview的时候 他们跟我讲 Your skills are not transferable 这样子真的很stuck一下哦 嗯 他讲 unless you are willing to take 3,000 ringgit as a junior council then we can hire you 然后我 like Survive without sorry 呃 我觉得不废啊 这样子 你这么多年经验 我的year one的工钱 我都跟他fight到四千 没有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 虽然 skills is not transferable 可是有很多经验的东西 或者是你这个人已经是足够融入社会 知道的这些做人的一些道理 这些全部也是一个价值来的 在我看来啦 你去过很多间吗 够多间吗 我有去interview 蛮多间一下啦 是啊 然后他们都会对 Litigation Lawyer 会有一个敌意啦 为什么哦 Corporate Lawyer是不需要是Lawyer 你都可以做Corporate Lawyer 这样Corporate Lawyer要做什么 才可以成为Corporate Lawyer 你只要有Law degree就可以了啦 我们读完Law degree 还要考一个CLP 然后还要再做那个9个月 才可以成为Lawyer 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觉得你不想要做律师 你想要做Content Creator 也不是不想要做律师 其实我喜欢做律师 只是我觉得我不甘心 我读到这样辛苦 还这样老读到出来 我算是比较老读出来啦 因为我换course 我原本是Pure Science 读了一个Diploma BioChamp这样的东西 你当初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也做律师 其实不是我要的 我慢慢要的 然后我就在想 我都读了咯 然后我读下去我觉得 嗯我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读完了过后我觉得 哇啦我花了这样多钱 我花了这样多心机 从零到零哦 我不可能这样子就走的嘛 嗯不甘心 尝试换工 是这两三年都一直在做吗 还是有想法而已 可是Action不够久 Action了两年了 我都是不成功 离不开这个Litigation了 走不到 啊怎么办 OK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第一件事可以帮你的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视频就呼吁一下 有朋友要请律师 还是觉得 诶我的这个环境好像没有这样 toxic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你直接给email我们 啊我们就让他们email给你这样子 关于你做 content creator 这件事你为什么会觉得 诶从律师 switch去 content creator 是possible了 因为我做的 content 也是在做law的knowledge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不懂自己的rex在哪里 有一些比较不负责任的法律行业的人 有可能不是律师 可以是agent 可以是其他的来因来因啦 嗯 他们就跑去乱乱给advice啊 他花了这样多钱 结果出来的东西不是他要的东西 嗯 so我就觉得不可以 我不可以给他们这样bordel下去 我要我要做一点东西 诶其实我其实很喜欢你的争议感 我觉得你要好好的保护你的争议感 因为我care 是咯 还是你要不要去政府机构 政府机构的薪水太低了 养不活我的家人 啊是啊 啊太低了 所以你是觉得ok 我要以我的专业力是知识去帮人 可是我又想要离开这个很有毒的环境 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个好的content creator 去教育大家 嗯 所以我就有开始做content啦 我就去收集人家问我的问题 每一次重复的问题 我就做这个content给你看 嗯 还是我看到报纸有随随随又被骗了 ok 我就做这个content 我总觉得有时候马来西亚的司法制度 是让人失望的啦 哈哈哈哈 这个我一直 我们每天看新闻都会有很多这种感受啊 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有待进步 我在等着它好转的一天 你在这行这么久了有看到什么样的进步了吗 现在比较年轻的lawyer 他们至少会出来fight他们的rights 好像之前有一个案例啦 就有一个实习律师 他声称他被性骚扰 哦 如果是给到以前的话啦 我有一个朋友啊 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我朋友的 他讲给他老板性骚扰啦 我讲这样做么你不要去报 就去举报你老板啊 你还等什么 我们全部几个女生朋友就一直在那边 很感动啦 他讲不要啦 我还想要体面的离开这一行 然后他就不要做lawyer了 啊 然后我就like 蛤 你以为这个这样废的理由不要做lawyer啊 嗯 我讲那个伤害你的人 他依然在那边很开心 他还是驾大大量的车 住大大的屋子 你出来重新来过 而且我虽然这样讲有一点不公平啦 不过在这一行的人 应该比普通人更懂得 怎么样可以保护到自己才对嘛 对对 我讲你都有weapon了 我们帮你是free啦 哈哈哈哈 他不要他就是不要去举报 然后最新的这个案例 这个lawyer 他真的是去foul一个case sue他的ex老板 他老板对他做了什么 according to他啦 不懂事啊 有肢体上的接触啦 刚刚我们讲 他应该是最懂得保护自己的 那侵犯他的人 也应该要最知道那个后果的哦 他们就是因为知道后果 然后他们觉得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啊 哎呀人性的能孔 所以真的呼吁大家 遇到任何的人 尤其是类似的一些肢体上的侵犯哦 真的要勇敢的站出来 你觉得大家不愿意站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怕咯 因为你一出来讲了 对方一定会讲一些很难听的东西 是你来勾引我的哦 谁叫你裙子穿这样短 那在法律上的justification是怎么做的咧 我们是要看情况的 做东西很case to case basis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男生啊 我在office哦 我叫你honey sayan这样子 我也会中的哦 你可以来投诉我 讲我语言上性骚扰你 是可以的哦 还是我对你用一个很hamsup的表情哦 来跟你这样子wing哦 也是中的哦 你每天说 有看到一些knowledge 是希望可以给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不要再犯存 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讲几个给我们听吗 我看到最多的是关于asset management 嗯 遗嘱啊遗产 因为这个太多 不是lawyer的人出来做生意了 假定假定 比如你讲你要做一个view啦 讲真的啊 你是不需要一个lawyer去做 为什么我们会建议你去一个lawyer做叻 第一当然是我们要赚点钱啊 没有啦 哈哈哈 我觉得提供服务给钱是很合理的啦 可是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啦 嗯 比如我今天跟你讲 我要做一份女主 我的那个执行人 我要放我的老公 你问我ass lawyer 我会建议你 你要不要找到一个backup 你会问我怎么叻 我很相信我老公啊 我相信他可以做好这个任务的啊 如果我走牢的话 可是我会讲 你跟你老公整天一起的我 你们会一起去玩 一起坐飞机的我 那你们两个一起死掉叻 哦 这样谁要执行你的遗产呢 你就变成有没有遗嘱了的我 你给了一个专业意见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考虑专业医生去处理你的遗嘱 嗯 那为什么这些agent是有资格 可以做遗嘱啊 因为我们的law没有讲 遗嘱一定要lawyer做啊 只要你fulfill 遗嘱法律里面的condition 份遗嘱就是生效的啊 所以就是有人利用这个这样子的 它也不是漏洞啦 就是一个没有solid的规范来做生意 还有什么要提醒吗 还有employment contract 啊 please睁大眼睛看好你的employment contract 好像最近有一些人 他们的question就是 我在这个公司做了10年 嗯 这个公司要retrange我 嗯 为什么我的公司没有offer我separation scheme 我可以诉他嘛 哦 然后我讲拿你的contract 看多数比较好的公司 他们会好像赔你一些钱哦 因为现在是我要解雇你嘛 嗯 可能我要cut这个department这样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薪水是 below 4000块的话 这样its ok 因为法律是已经规定了 要给你多少钱的 嗯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薪水是 above 4000块 嗯 你的employment contract没有写这个东西 你的老板可以不给你 了解 ok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得到很多 从这一集里面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维持你的正义感 嗯 我也希望 把你的焦点不要放在一些 当然很难啦 就是不要放在业内的一些toxic 很难是因为你每天都面对 你就把它转变成做content的动力 可以 ok好 我们来拍张照 我上一集不是讲过模特的妹妹 应该是最没有问题的一个嘉宾 然后我觉得金曼有点超越她 哈哈 她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她好像已经也知道自己要怎么走了 我觉得她今天来有点是来选些 我很喜欢她的正义感是真的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是需要一些 依然想要讲真话跟想尽办法讲真话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不一定是解决你的问题 说不定是借着一个平台去说应该讲的话 她没有表现出辛苦啦 不过我相信她过程中会有辛苦 不过还是那句话 我希望她可以记得她的正义的感觉 不要这么快被磨掉 然后我希望她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content creator 我们这部分的知识是有人愿意去分享 跟不要以流量为理由去分享的 这样子啦 如果我稍微的看了你的内容 可能我可以给你一点点我的2 cents啦 观众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抓那三秒钟 让别人知道这个话题是 他有兴趣可以学习到的 有一天你可以成为一个可以赚钱的 讲理一个knowledge的content creator 哦 ok 我要回去try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